不过艺人风光站在舞台上遇到的状况可不少 来看到这是温蓝昨天晚上在上海直播的舞蹈节目当中 直接撞上了摄影机 她的眼角不停的流血 后来更在舞台上昏倒了 被紧急送移 穿着黄色蓬蓬裙的温蓝跳起快步 薄泼又性感 没想到最后躺在评审台上做ending的时候 被发现脸上的伤口不停流血 真弱 舞者非常不容易 他们要练习这个舞蹈 要花出巨大的代价 因为参加上海直播节目卖力跳舞 我难被摄影机撞到 眼角伤口大约有一公分长血流入住 好不容易重新走上舞台之后 我难个直接昏倒在地 把评审罗志祥和刘真吓到超担心 他问我说他是不是受伤了 对 我受伤了 然后我就很担心了 因为那个摄影机一直往他的脸上捅 我不想要让观众看到血 送一集救后 经纪公司表示 温蓝已经清醒 然后不断层扫描没有问题 温蓝醒来后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问跳舞得几分 经历程度让人佩服 记者陈一新报道